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四案 產業創新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財政兩委員會於108年4月24日及同月25日 舉行聯席會議審查本案 由召集委員賴龍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部長沈榮經提出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另邀請財政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 與會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對方案進行逐條審查及整密討論 並將全案審查文俊理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賴瑞隆補 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賴瑞隆補充說明 不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需交由黨團協商 報應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時間108年6月19日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協商主題本院經濟財政委員會報告並案審查 鄭運彭 童慧珍 鄭天才 曾明宗 吳智陽 陳一鳴 賴瑞隆 李鴻君 何欣純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 唯一 本案主條討論時 經一協商結論處理 產業創新條例第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增定第十條之一 第十條之一 為優化產業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 並鼓勵多元創新應用 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 且情結重大警示之公司或有限合伙事業 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 獲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投資於導入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之 相關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合計到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10億元以下之範圍 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 抵減英納盈利失業所的稅額 一斤則定不得偏更 其各年度投資抵減金額 以不超過當年度英納盈利失業所的稅額30%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英納盈利失業所的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3%限度內 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更年度英納盈利失業所的稅額 公司或有限合我失業於同一年度合併使用前項投資抵減 及其他投資抵減時 其當年度合計的抵減總額 以不超過當年度英納盈利失業所的稅額50%為限 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 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械 指運用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物理網機器人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 虛實整合基層製造或感測器之智慧技術元素 並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 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 自動控制自動排成 應用服務軟體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指運用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第十五版以上 規範是中高頻通訊 大量天線陣列網路切片 網路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 邊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元素 設備含測試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 以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者 公司或有限合夥實業 申請使用低項投資利潔 應提出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 經個中央目的實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且於同一課稅年度以申請一次違憲 前五項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投資抵減適用範圍 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 申請期限申請程序 核定機關抵減率 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制計算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彩券部定之 宣訪完畢 增訂第十條之一 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條之一 為優化產業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 並鼓勵多元創新應用 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 情結重大情勢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至 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 或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至 投資於導入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之 相關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合計當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10億元以下之範圍 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 抵減因納盈利失業所得稅額 一經則定不得變更 其各年度投資抵減金額 以不超過當年度因納盈利失業所得稅額30%為限 一 於支出金額5%限度內 抵減當年度因納盈利失業所得稅額 二 於支出金額3%限度內 自當年度起3年內 抵減各年度因納盈利失業所得稅額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業 於同一年度合併適用前項投資抵減 及其他投資抵減時 其當年度合計的抵減總額 以不超過當年度因納盈利失業所得稅額50%為限 但因其他法律規定 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 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械 指運用巨量資料 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 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 基層製造或側測器之智慧技術元素 並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故障預測 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 自動控制自動排存應用服務軟體 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指運用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 第15版以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 大量填寫陣列網路切片 網路虛擬化 軟體定義網路邊緣運算等 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元素 設備函測試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 以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者 公司或有限合伙事業申請使用第一項投資遞減 應提出去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 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且於同一課稅年度已申請一次違憲 前五項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投資遞減制使用範圍 去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 申請期限申請程序 核定機關底檢率 當年度合計得底檢總額之計算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分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資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決議產業創新條例 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 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我們請與委員宛如 並截止登記 主席 各位委員 產創條例至上路以來 其實全球的產業快速的改變 新崛起了非常多的新興產業 特別是ABC AI 還有Big Data 以及C Cloud的快速發展 帶動了數位經濟的轉型 所以我們立法院在107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修訂過一次產創條例 我還記得在那次條例的修訂裡面 我們有用天使投資 來鼓勵新創事業 同時我們也有員工的股權轉讓 可以延遲扣稅 以及還有就是無形資產 建價的一些機制的建立 那這每一次的轉型 其實都代表說 我們其實立法院 還有行政院在為打造 新興產業上面的努力 那前不久 我們剛剛三讀通過了 就上個會期的最後一個月 我還記得 我們剛剛通過了電信管理法 正式的確立說 未來5G 共平 共管 共建 共往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為台灣的數位轉型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那今天的產創條例 我們主要的修法 十之一條 最主要是來鼓勵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中小企業 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之下 這樣的環境之下 能夠繼續來深化 所謂的數位經濟的發展跟轉型 包含我們鼓勵他們購買 購置這個智慧機械 以及5G的設備等等 那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一方面是希望能夠 促進我們經濟 台灣經濟在全球的一個競爭力 另外也是希望 能夠促進我們產業轉型 之後為民眾帶來智慧生活 更便利的一些感覺 真實的感覺 來讓大家共享 我們整個數位經濟轉型的 一些美好的果實 那再次感謝 我們這個大院 跨黨派的委員支持 讓今天這個條例 能夠順利三讀通過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余委員 下一位請真偉民眾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產創增定第十條之一 明文規定公司投資在新的智慧機械跟5G相關設備 分別給予三年及四年的30%的投資抵檢 民間公司每年可以投資抵檢 金額是100萬元以上 10億元以下 這樣的規定 我有兩點看法 第一個從租稅獎勵條例時代 促產升級條例時代 跟產創的時代 都是對大企業 還有工業大量減稅 基本上本席不贊成在推動大規模的租稅獎勵措施 但是這一次僅限於租位機械 還有5G的相關設備 到底有沒有必要 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因為5G 很多國家像美國、韓國、中國大陸 都非常先進 我們現在相對的落後 另外有關智慧機械的部分 智慧機械是我國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也是未來最有前景 最有未來發展強力的產業 假設能不能結合人工智慧 跟大數據的運用 將帶動我國產業的升級 另外這一次的租稅獎勵 到底中小企業能不能受惠 因為基本上這一次已經訂定了投資抵檢的上限 最高就10億元 也可以避免整個租稅獎勵 過度集穿在中小企業方面 另外考量中小企業大連度的營收情況 可以分三年來抵檢 所以我們黨團贊成產創條例第10條之一的立法 希望能夠促進國內5G產業 還有智慧機械產業的進步發展 謝謝 謝謝 謝謝曾委員 下一位請何委員薪純 院長在場的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產創條例在各黨派朝野的支持之下 可以來修正三讀通過 我特別感謝這一次的產創條例 所以我們行政院把中小企業拿入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智慧機械這方面 大家都知道機械為產業之母 智慧機械又是我們蔡英文總統 我們政府所極力扶植的重點產業 尤其來自中台灣 整個智慧機械機械產業的產業鏈非常的完整 我們過去一直強調要工業4.0要推動 但是我們更需要扶植中小企業 傳統產業機械產業鏈中的所有的夥伴 從2.0到3.0到4.0 而這個升級轉型正需要政府的扶植 所以今天產創條例的通過 在於智慧機械把智慧化數位化 自動化 AI 物聯網等等的這樣子 智慧化的設備能夠納入 在我們的產創條例裡面給予投資抵減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一個強新增 對中小企業來講 他們感受到了政府對他們具體的一個扶植措施 所以我想代表所有中小企業來感謝 也感謝所有的委員來支持這一次的產創條例 對於智慧機械的投資抵減大家予以來同意通過 所以再一次的感謝我們大家一起為拼經濟拼民生而努力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何委員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均以發言完畢 抱怨會 本次會議為第一次會 所有所類的討論事項均以處理完畢 明天早上是臨時會第二次會 所以別忘了大家要來簽到才能成會 我們現在上會 謝謝大家 謝謝 HSBC